早上起床不要空腹喝这五种水 当心伤害您的身体 人过了50岁之后 身体机能都会慢慢的减弱 体质也大不如前了 这个时候您就得注意一下生活中的小细节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 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经过这一夜的睡眠 缺水的表现比较明显了 有的人起床之后一定会想着喝一杯水来补充一下水分 促进身体血液的流动 但是您知道吗 并不是所有的水都有利于身体健康 那有什么水不能喝呢 这第一个就是酒制的开水 酒制的开水当中 它不但含有这个有机的物质 被分解成为了亚硝酸盐 尤其是存放过久的开水 难免会被细菌污染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喝 第二种不要喝淡盐水 有不少人早上起来有喝淡盐水的习惯 早上喝淡盐水 非淡无益 还是一个危害健康的错误的做法 早上起来 因为我们本身的血液黏度就比较高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早起空腹喝淡盐水 就容易导致血压升高 长期喝淡盐水容易使病情波动 诱发心血管疾病 第三就是茶水不要喝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喜欢喝茶水 早起一杯茶 这里面就有健康隐患 最好不要空腹喝茶 尤其是那种隔夜的茶水 首先啊 茶叶里面含有一定量的咖啡因 空腹喝茶容易刺激肠胃 那隔夜的茶还容易产生一些细菌 更重要的是 如果早上起来服用了酱鸭药 酱糖药 那更是不要跟茶水一块服用了 茶叶当中有很多成分 那都是降低药效的 第四个不要喝蜂蜜水 不少老年人觉得喝蜂蜜水能够润肠通便 但是真的不建议您早上空腹喝它 首先啊 这个蜂蜜里面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早起的那个血液黏度比较高 这个时候如果摄入糖分 血糖就容易增高了 尤其是50岁以后 血液循环也慢了 那么早上空腹喝蜂蜜水的时候 当然就不利于健康了 来看这第五种水 就是不要喝过烫的水 还有冰水 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 总觉得生活中应该多喝点热水 吃点热的东西 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错 但是如果喝过烫的水 温度过高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口腔粘膜 或者是胃粘膜 出现口腔溃疡这样的症状 其实四位组织早就明确表示过 超过65度的液体会烫伤我们的口腔 还有食道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现在夏天炎热的时候 喝一杯冰凉凉的水 确实让人感觉到很舒服 但是大量的冰水 如果早上进入体内 会给肠胃带来刺激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胃是喜温怕凉 更别说冰水了 现在很多人啊 有不同程度的胃病 如果经常喝冰水 就容易导致出现胃部静卵 所以别再喝冰水了 这个时候您可能会急了 说这冰水也不让喝 烫水也不让喝 那喝什么水呀 哎您听好了 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起床以后空腹喝一杯 250毫升的温水 除了这个之外 成年人啊 每天饮水量要达到2500毫升 说这水果蔬菜 还有汤里面能够获取到水分 每天啊还应该至少补充 1500毫升的水 满足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 朋友们 您看看 今天我就给您分享的这几种水 您都记住了吗 如果您觉得我这些视频 对您有帮助 还希望您能给我点个赞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 您的支持 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下期视频